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阳机长 最近经常有新手司机朋友私信问我 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发生爆胎应该怎样操作 网上还有人说,爆胎时要用力踩刹车 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发生爆胎的正确操作方法 发生爆胎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前轮爆胎,另一种是后轮爆胎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前轮突然爆胎 车辆会瞬间向爆胎车轮的一侧跑偏 会影响对方向盘的控制 在发生爆胎车辆偏离行驶方向的时候 我们要双手握紧方向盘,尽量控制车辆直线行驶 如果是前轮爆胎已经出现转向跑偏 也不要过度修正方向 在控制住方向的情况下,轻踩刹车 让车辆缓慢减速 要是过度修正方向,会加剧车辆跑偏 瞬间会产生很大的离行力,导致车辆側翻 在前轮突然爆胎的情况下 如果用力踩刹车,可能会导致两个后果 一个是在紧急刹车的时候,车辆会栽头 也就是侧头下沉,会进一步导致前轮复核增大 可能会引发另一个前轮爆胎 另一个是紧急刹车会加剧方向跑偏 当踩下刹车时,由于爆裂的轮胎 会在轮毂上进行滑动 所以产生的制动力比较小 因为制动力左右不均衡 因而车辆瞬间会朝相反方向跑偏 所以轻踩刹车可以起到缓解车辆跑偏的作用 如果用力猛踩刹车,将会导致车辆跑偏加剧 下面说一下后轮爆胎 后轮爆胎和前轮爆胎产生的后果有所不同 由于后轮不是转向轮 不会直接使前轮跑偏 但是后轮爆胎,车尾会摇摆不定 造成车辆摆头,也会导致车辆跑偏 后轮爆胎如果向一侧猛打方向 会产生很大的离心力 本来爆胎车身就已经向一侧倾斜 再加上猛打方向,离心力的作用 很容易导致车辆测翻 后轮爆胎正确的操作是 双手紧握方向盘 控制车辆保持直线行驶 在减速的过程中 可以用点煞的方式轻踩刹车 一个是可以缩短停车距离 另一个是利用刹车使重心前移 可以减轻后轮的负荷 可以缓解后轮爆胎产生的影响 后轮爆胎如果刹车过猛 左右两侧产生的自动力不平衡 会使车辆跑偏更严重 大家只要记住 无论是前轮还是后轮爆胎 要握紧方向盘 控制好行驶方向 不要因为车辆跑偏 就大幅度的纠正方向 更不要猛踩刹车 等车速低于每小时80公里 再轻踩刹车 降低车速 如果不是超速行驶 一般都能控制住车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觉对你有帮助 请给我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